接下来看一些回声回音的问题 跟反射定律有关的 基本上在光那边考 这里考的叫做距离 声速346 大喊一声0.2秒听回音 请问离他多远 基本上联考程度 会考程度的考试 就只有到这种程度而已 就只有到这种程度而已 以前给各位做过那种很多神奇的东西 都在会考这边都没有考过 就就到这里而已 那就很简单 速度346 花了0.2秒 距离就是速度乘以时间 然后就发走了69.2公尺 但是 这个是回音去又回来 所以来回 那有两趟 那么单趟就要除以2 所以答案就是 34.6公尺 所以答案346公尺 34.6公尺 OK 好 这边的一个就是 距离就是速度乘以时间 第二个就是要记得要除以2 但是 你们同学的毛病就是 一开始忘了除以2 后来就是不管题目怎么出 通通通除以2 不是这样 要看题目怎么写怎么出 你才知道要不要除以2 这种是要除以2的 打过去弹回来 所以要除以2 那同理 请问你 海中的速度是每秒1500公尺 升纳探测 打出去再弹回来 那海水升多少 大美女 大美女是不在 4号不在 大美女 2号也不在嘛 对不对 2号也不在 246都不在 2号是你啊 几粒 不要欺骗我 3000 距离多少 3000啊 很简单 跟刚才一样 距离就是速度乘以时间 所以也每秒1500 花了4秒钟 所以就6000 但是它是去又回来 所以是来回 有两遍 我现在只问单趟 所以除以2 所以答案叫做3000 真是超级恐怖简单 来 下面呢 稍微换一下 问 要几秒 而且它还有一个问题是 没给你速度 跟我们当年基测考的一样 没有给速度 但是给了气温 然后学测心肠比较好 不用背公式 根据叙述就会晓得出多少 这里心肠不好 你要会背公式 温度跟 生素的关系的公式 要会背 然后你就会晓得输入多少 然后呢 30分钟花几秒钟 听到回音 OK 银车战界问帅哥男 21 王帅 帅 这个有帅 帅哥 超帅 超帅 世界帅 0.25 0.25 你要相信江同学哦 请坐下 啊 0.2 没有5哦 0.2 没有啦 来 要第一个要先知道我们的声音 速度有多快 V等于331加0.6T 算出来速度340 34公尺 速度是340 那你就可以算出时间咯 啊 算出时间是0.1秒 0.1秒是走单趟 还去还要回来 所以要乘以2 所以呢 就是0.2秒 所以他要0.2秒 这就是我们的做法 很简单 位置数不一样 但是想法都一样 这就是 我们做了一些 有关于回声的问题 可以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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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